謝謝主席 請部長 這個我時間很短了 不會影響到大家 部長好 那個忠祐節快樂 大家快樂 那最近立法院風風雨雨 你也很清楚 我想在這邊簡單 各位交通委員會的大家 表示謝謝還有關心 那歷經這陣子的調查之後 也還我的清白 那之後我會繼續在交通委員會 還有我們各位一起為我們台灣的交通建設 還有交通的安全改善來做努力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忠祐節的孰運 我想每個委員都問了 我不要再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那我就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不能出國嘛 疫情的問題 大家都塞到我們這個台灣 那很多交通那個庸勢的情形 我像上次的端午節 就是國道5號塞了幾個小時 你也知道 32個小時 是 那每個人記者還有很多人說 我們交通部長這次中秋加 那個蘇運挫得要淡了 你覺得你會挫得要淡嗎 當然心態是切慎恐懼 但是我們就是全力以赴 還有一個 我們這個不是有一個預測塞車的時間嗎 是不是 在國5的這個部分我們有導入 對於行車的時間跟路況 我個人認為 這個二十幾年 因為我他也住南部 他是南部人 他嫁給我不是我嫁給他 這個我每天都要 有時候都要一年 就一假日連續都要送 大家回去回娘家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問題 預測這個塞車的時間 你每次一預測有沒有 一講 我跟你講那時候沒人塞車 因為大家都跑 講說那個交通部說 這個時間很塞車 我們大家不要上高速公路 結果高速公路沒有塞車 那真的 那個沒有塞車的時間就塞了一堆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自己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資訊很重要 因為大家同時在行動 那會看別人怎麼動 那這個是建立資訊基礎 所以人車路路是固定的 但人決定用什麼車去開什麼路 那這就是資訊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講說 很多人會期待說 是不是有一個人 他可以就來解決交通的問題 所以我是要懇請 所有的交通所屬的單位 包括中央跟地方 以及所有的用路人 都來協助交通部來改善交通 其實每次連續假期 不管是什麼假日 什麼假期都是一樣 我們都會預測 每個時間 每個哪個時段有沒有 一定會塞車嘛 對不對 那或三個人管制嘛 他連假的性質 所以說話我的意思是說 你只要宣布一次就可以了 你不能中途又宣布又宣布 又一直宣布 你知道每天宣布 我想用路人 每一個人就像你講的 道路是固定的 人是活的 他會去看 他也知道是 那麼多年來他們很了解 他們繼續去分辨 你反而去講那個有沒有 大家該塞的時候不來了 不該塞的塞在上面 我是講 你自己去覺得 你自己去感覺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秋節有沒有 中秋節之前 我們宣布一次就可以了 大家了解就好了 不要說在這個有沒有 這個連續假期的時候 每天在那邊講這些問題 我想每個人現在很多APP 什麼都會上網 然後你會去問 我們氣象預報有颱風要來 他的路線也會變化 同樣的我們要滾動式的修正 因為我們過去的大數據 告訴我們 比如四天的連假 大概他的車流的狀況會怎麼樣 但是呢 比較接近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上次 再說一次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 他還是會有一些 每一次都還會有 他的特殊的結果 比如說交通事故 比如說像連假 像你四天假跟三天假 就不太一樣 那這個時候 我們為什麼說 現在比如說 國道路況即時播報 一天三次 就像氣象一樣 你有預報 但是你當天還是要報 而且隨時可能還是要上網去看 補長最後齁 還有局長 辛苦了齁 這個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要再人家講話 我想這一次大概比上次的 一定更嚴重 中秋節 所以說我們要把預防的措施 先做好好不好 謝謝 辛苦了齁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趙委員